为什么有的高手一样看到瓷器 不上手就知道不对呢 这可能是因为高手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能够对瓷器的外观 质感 气形 纹饰 胎体等特征进行准确的观察和判断 具体来说 可欧手可能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判断一键瓷器的真伪和品质 观察瓷器的外观 高手能够观察瓷器的造型 大小 比例 线条等特征 判断是否符合某个历史时期的风格和特征 观察瓷器的质感 高手能够观察瓷器的质地 厚薄 重量 表面光泽等特征 判断是否符合某个历史时期的瓷器质地和工艺 观察瓷器的文式 高手能够观察瓷器的文式 花鸟 文字 图案等特征 判断是否符合某个历史时期的审美趋势和艺术特点 观察瓷器的胎体 高手能够观察瓷器的胎体 右层 颜色等特征 判断是否符合某个历史时期的瓷器胎体和右层特点 通过这些观察和判断 高手能够快速识别出一件瓷器是否真伪 当然 这种能力不是一招一吸就能获得的 需要长时间的学习 实现和经验积累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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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